学习有三宝 教材 课件 卢中宝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 下面我们开始基础班的第四章 物权法律制度 这一章里面是我们今年教材新增的一章内容 但并不是完全全部内容都是新增的 你看我们这一章里面的第四节 担保物权 它过去就存在于我们教材里面第五章和等法律制度里面 只是我们今年把这个第四章新设之后 所有的民法典里面 为了我们物权这一块内容都集中在第四章了 那么这章里面复兴难度确实比较大 但这个难度大跟我们第二章里面难度 它不是一个层面 第二章里面的这文字 你能不能看懂 是不是啊 它主要是什么呢 难就难在我们受字性口点多 条文多 需要我们肺脑的记忆 但第四章里面难在什么地方呢 就您看字都认识 连在一起的话 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自认识 看不懂 知道吧 所以我们这一章里面呢 正在对我们考点的理解 如何去理解呢 得把老师上课里面小事例 小故事 得听懂的 他真正的干嘛 受字性的考点并不多 你理解背后的原理之后 反而比我们的第二章更好学了 但如果说你要不理解的话 想死记硬背 那我告诉你们 他比第二章还费劲 我个人呢 当然喜欢这些文字游戏 去理解 倒不喜欢第二章里面的 死记硬背的 受字性的考点 好 那我们重点是要关注 四处内容 第一处是物权的辩论 第二处呢 是我们棍友里面的案份棍友 第三块是善意取得制度 第四块是担保物权 因为这四处支点呢 都可以如我们这个第五章的 合同法律制度相结合 来考我们的主关题 同时也可以自行来考简答题 您特别是要关注我们民法典的 担保制度的司法解释 这个司法解释 可谓是忒费劲的 好在我们上课里面 有大量的小势力 来分析简解 其立法背后的原理是什么 一定要把立法背后的原理搞清楚 那么这个担保制度解释 它本身是一个难点 也是一个准点 无论你们备考我们知道尊纪 还有你们备考我们注快 都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好 本身的考点结构框架的话 我们把教材里面的五节内容 分成两大块 四个单元 分别是物权法的通责 所有权 任意物权和担保物权 那么后三个单元 我们把他规律到叫物权法的分责 这里面我解释一下 物权法本身没有单独存在了 已经规律到民法典里面物权篇了 那之所以出现我们物权法这样的命名 我是借鉴了教材里面第一节的命名 教材第一节 他论词就是物权法通责 所以我把后面这三个具体的物权 就统统为叫物权法的分责 这里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好 那么第一单元里面有四处考底 我们把第一节跟第五节 占有都放在第一个单元 那第一物和物权 第二物权变动 第三物权的保护 第四占有 那这四处考底里面最为重要的 就是我们刚才强调过的物权的辩论 这是一个重点内容 好 那么第二单元所有权这一块里面 他有五处考底 第一善意取得制度 第二失德仪是物 第三天赋 天赋像我们这个加工 像复合混合 就是我们天赋这种行为 那我们要判定天赋后的标记物的物权归属问题 到底归谁 那么第四处是棍友 棍友里面可以表现为案份棍友和棍同棍友 我们常说的夫妻之间 对吧 那是什么呢 棍同棍友 好 那么第五处是相邻关系 那这五处考底里面最为重要的有两处 第一善意取得制度 这块仁义出我们的主观题 第二块 就是棍友里面的案份棍友 那么其次是什么呢 这个赋得仪是物 剩下来在这两处考解 那只会出我们的小题目 好 第三单元是润意物权 这个名词估计有同学是第一次听 所谓润意物权 你修先是妄文生意 就是我使论别人的东西 给自己带来收益 那么这个东西在我们国家 他强调对象 必须是什么呢 三个字 不动成 我们最常见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建设润地食论权 就是国有土地食论权 你发现有没有 土地食论权的话 它典型的润意物权 为什么呢 因为土地所有权是归国家 对吧 或者是归我们集体 咱们知道里面建设的话 一般是归国家 对吧 我们的单位和我们的个人 只有土地食论权 所以它典型的 我们食论别人东西 给自己带来收益 是不是 那么润意物权里面 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我们它归类为三处考顶 第一 土地承包经营权 主要存在广大农村地区的 是不是 第二建设润地食论权 你像开发山达地盖房子 它首先要取得我们这一块 建设润地食论权 否则你没办法盖房子 那么其他任意物权里面 还有三个 像农村里面有宅基地的食论权 还有房屋的居住权 这是我们民法典里面一个亮点 他强调居住权 也是我们法定的物权 虽然我们不享有房屋的所有权 但是我们对该房屋 对该不正常享有居住权 这个居住权是源于我们古罗马法里面 那么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叫第一权 估计第一权 您也是第一次听说 是不是第一权的话 咱们后面给大家举个小示例 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 不难 所以宅基地食论权 居住权 第一权 我们都翻在第三处考点 叫其他的任意物权 那么任意物权 它针对的是什么呢 针对的是不顿产 无非是房和地 好 那么第四单元是担保物权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单元 而且他里面有最高人民法律的司法解释内容 那有四处考点 有担保物权的概述 概述这一块里面搞清楚 比如说无效的担保和它对应的法律责任 那么具体而言 它表现为抵押权治权和留置权 那么抵押和质押 这基本概念咱们就要搞清楚 如果就冻产 比如说一设备 设备做抵押和设备做质押 区分点在什么地方呢 就看对该冻产是否要转移给我们权力人占有 不转移占有的叫抵押 转移占有的叫质押 我问您借十万块钱 哪些设备做抵押 设备还在我手上 知道吧 他不给您占有 如果我把设备质押给您 得交付设备给您了 知道吧 您作为治权人的话 只有通过交付这个行为 您才获得我的设备里面 这个治权 他们都是起担保作用的 那么留置权 他可是法定的误权 你比如说 我把设备给您公司去维修 那么维修费到期我不给的话 您会把这个设备返还给我吗 你肯定不会给我 您会扣留这个设备 您扣留该设备 您就是依法在主张留置权 明白了吧 这是我们的担保物权里面 那么我们考试而言的话 您重点是要关注抵押权 它是图号最为重要的知识点 其次是什么呢 刘志权 其次是刘志权 这是我们把框架结构 给你们分析了一下 好 我们下面来看第一单元 物权法的通责 咱们先看第一处考译 物和物权 这是我们基本的概念问题 那么物权篇里面所讲的物的话 它前面有三个要点 首先它是有体的 不能为无体的 当然也有例外 你像我们这个上一章 我们讲到这个合伙企业里面 合伙人把财产份额对外处置 看到没有 这个质押担保里面的标的就表现为什么呢 表现为这个财产份额 我们第二章里面也讲过什么呢 这个股权 这些权力 它是特殊情况 也可以成为我们物权的课题 成为我们质押担保里面的课题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 这个物是强调有体的物 但我想问你 活的人 它是我们这个物的范畴吗 那就不是 对不对 脱离人体的 比如我们的头发 对吧 或者我们捐献某一个器官 这些干嘛 脱离人体的 那是我们这物 但是活的人 它是我们主体 不是客体 所以这里面有体物呢 肯定是不含着活的人 这一个 第二个 能为我们所支配的 你想 太阳月亮 新鲜 你可以支配吗 老师 我想要新鲜 你给我摘一个 我给你摘新鲜 我给你摘猴子呢 给你摘新鲜 所以这些我们没有办法支配的 是不是 好 第三个 使论 那就表明这个物对我们应该是什么 有好处的 能够为我们所使论所受益的 你看汽车 尾气 咱且不说有体呢 本身你就是有害 那根本就不是我们物权 这里面客体问题 这第一个物的概念 我们强调有三个要件 第一个是有体的 第二个是可支配的 第三个带来收益的 能使论的 好 我们看第二个 关于物的准类 分类里面 那最主要的分类就是动场和不动场 我想这两个分类应该是最能够识别的 对吧 不可随意移动的 那就是三个字 不动场 可以随意移动的话 那就是两个字 动场 像设备啊 手机啊 小汽车啊 飞机啊 农船啊 这些都是我们的动场 无人质疑的 那土地房屋 无人质疑 它属于我们不动场 但除此之外啊 还有比如说像纪念碑 像林木 他说林木也是吗 林木是的 林木就指我们地上附着物啊 一片小树林啊 一片小树林啊 我可没说木材啊 木材是砍伐之后倒地上的 对吧 那是可以什么 随意移动的 但一片小树林的话 他就是什么呢 不动场啊 像矿产海域 水库 停车位 停车库都是的啊 都是我们不动场的范围 那么物权这块里面 之所以把标的物分为这个动场和不动场呢 几乎两点考虑 那么第一点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第一章里面打官司的话 咱们说不动场的话管辖地都在不动场所在地 是不是啊 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什么呢 进入物权的公式的方式不一样 动场里面 作为我们第三方的话 谁占有该动场 哎 他就推进您就是所有权人 啊 而不动场里面那不是这样的啊 房子您在占有史润的话 您不一定是产权人 我说房子到底是不是你的 我们看什么 房本呗 哎 看登记呗 所以登记跟占有这两种公式方式 就是针对这两个不同类别的标的 一个是针对我们不动场的 一个是什么呢 针对动场而言的 所以基于我们的公式方式考虑 我们把这个标记呢 分为这两大类啊 考小题目 哪些属于我们动场 哪些属于我们不动场 必须要搞清楚 特别是个林木啊 他属于我们不动场的范围 一片小树林的意思啊 好 第二种划分是主物跟从物 哎 这个主物跟从物里面 咱们就要注意了 首先两者在物理上 他是相互独立的 哦 在功能作用方面 有主次之分 您比如说电视机和摇晃器 你看到没有 电视机跟摇晃器 他们是相互分离的 哦 相互独立的 但电视机其主要作用 摇晃器呢 是辅助作用 所以他们是组成关系 对吧 像机器设备给我们维修工具 那也是设备为主 维修工具呢 为辅 您再比如说 那你看 我路科室里面有一个水杯子 我不知道是谁的啊 不是我的啊 你看 你看看没有 这个杯体跟杯盖 他们之间就是什么呢 典型的主物跟从物关系 是不是啊 但我问你啊 我手上拿着这个水杯子 如果我不说 这水杯子 我不知道是谁的 作为您而已 您看我拿这个水杯子 您会推定什么呢 这水杯子是我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通过战友 这种公式方式 公式给外人看 那您如果是不知情的 您一般就推定 我是这个动场的所有权人 明白了吧 啊 好 我现在想问的是什么呢 您就告诉我 路科室上面这个灯泡 灯光啊 他跟我们这个房屋 跟这间路科室 请问 他是组成关系吗 是不是啊 还有人点头呢 不是的 我再给你看一眼 何谓组成 不经强调坐着 还要看到 看 看到没有 能分开 在物理上 要人独立的 我就问你啊 你安装在天花板上的 这个灯泡 他跟我们的房屋是什么呢 是 能分离的吗 不能分离的 就有点像房屋跟我们门 他不是组层关系的 能听明白了吧 啊 好 只关于我们这个主物跟层物这 划分问题 那么对主物的处分的话 我们一般来说啊 效率是极于这个层物 啊 好 我们看原物跟滋稀物 那原物跟滋稀物里面 势力不要太多 你看 这个一棵苹果树 苹果树啊 跟这个苹果 他们就是原物和派生出来的滋稀物关系 苹果呢 是滋稀 苹果树呢 是原物 所以原物跟滋稀物里面 首先两者在物理上 也是能够相互分离的 相互独立的 是不是啊 但是两者什么关系呢 是产生关系 是原物产生到滋稀物 您是由他派生出来的 但是前提必须要出来了 得相互独立 那么我刚才所举的啊 这个苹果跟苹果树 这是一个天然滋稀 一百块钱给一块三毛五 它是法定滋稀 利息呗 对不对 一套房屋和出租的租金 他们就是什么 法定滋稀 哦 明白吧 这是我们讲 关于这个原物跟这个滋稀问题 那么一般情况下 原物是谁的 滋稀物呢 就应该由原物的所有人来取得这个滋稀 很简单 但是有例外啊 您比如说 这一片小树梁 它属于花果山 孙文坤的 哦 但是孙文坤呢 把一片桃园呢 让我们猪八戒 来承包 你看到没有 猪八戒取得我们这片桃园的土地 承包经营权 猪八戒 它就是我们任意物权人吧 我识问别人的土地 给自己带来收益吗 那么就你承包之后 这片桃园里面所接出来的桃子 这个滋稀归谁 那就不归我们桃树的所有权人 孙文坤了 归什么呢 任意物权人猪八戒 除非他们俩之间有另外的协议预定 这便是我们的例外问题 是不是 好 就是关于这个原物和孙兮的话 归属问题 我们来看几个例题 第一题 是我们明法意义上的孙兮的有 他点名是孙兮 这个孙兮可以是天然孙兮 也可以是法定的孙兮 抹牛附中的小刘 有人一看到小刘他是抹牛这儿孙兮 不是 为什么呢 两个字 副尊 所以他跟原物还没有独立 言外力没出来知道吧 所以他不是我们明法上的孙兮 好 鸡蛋 孙兮出的小鸡 说小鸡是有鸡蛋里面出来的吧 已经出来了 是孙兮吗 也不是 为什么不是呢 你发现没有 小鸡出来之后 蛋没了 是不是 但我问你 苹果掉下来之后 树还在吗 树还在的 小刘出来之后 它娘还在吗 抹牛还在的 而小鸡出来之后 我说蛋没了 是不是 成坑壳了 所以 这个不是我们这儿孙兮 孙兮必须跟我们原物呢 是能分离 而且两个的都需要独立存在 明白了吧 您这玩干嘛 这是变系法 但 变成鸡 蛋没了 所以这个鸡它不是孙兮 好 说母鸡生的鸡蛋 这个蛋 它就是孙兮了 是天然孙兮 对吧 你看 蛋出来之后 蛋还在 鸡还在吧 对不对 然后第一 美瑞出租房屋里面 获得的租金 它是一个法定孙兮 因房屋的出租 而自身出来 对不对 所以答案是什么呢 选C和D 这个小题目里面 实际上是有点难度的 您重点要理解A跟B 为什么不是 A没出来 B出来之后 有 它俩没了 是不是 好 我们看第二题 说属于我们不顿场的是 这个小题目呢 它就不难了 哪些属于我们不顿场的 房屋 肯定的 海域肯定的 船舶肯定不是 对不对 林木 这是关键点 它是不是 是的 答案是什么呢 ABC 好 我们看第三题 说下来 割线中 属于我们组成物的有 哪些组成关系 说抹牛跟其幼崽 抹牛跟幼崽 那是原物 跟自吸的关系 是不是 树木跟这个果实 那也是原物 跟自吸关系 机器和维修工具 他们在座润上 有主次之分 原物跟自吸 很好区分 为什么呢 他们是派生关系 原物产生后者 而 主属关系里面 他们不存在派生产生关系 他们是座润上 有主 有辅 而已 所以答案是什么呢 选C和D 电视机和摇混器 好 我们看第二个支点 关注物权的概述 那什么是物权 我们先把基本概念来看一下 所谓物权呢 是权力人 依法对特定的物 享有直接支配 和排他的权力 好 我以刚才这个水杯子为例 你看着啊 假设这水杯子是我的啊 我对其享有所有权吧 那么我是权力人 你有没有发现 义务人是谁 你们所有人都是义务人 为什么呢 你们的义务是不作为 除我之外的 所有人都是义务人 所以我告诉你 这个所有权 他就是我们绝对权 那么债权跟他不一样啊 你看 债权里面 我问林姐一百块钱 你有没有发现 我是债务人 您是债权人 您的债权找谁去 只能找我 你找不到别人啊 债权具有相对性啊 好 水杯子是我的 我把它扔掉 可以吗 可以呀 所有权人 他有权利 你看 占有 收益 处分 都行啊 包括使人也可以啊 管着吗你 我愿意扔掉 所以他享有直接的支配 和排他的权力 因为杯子是我的 你们是义务人 你们的义务人 别把他砸坏了 哎 别侵害他 是不是啊 所以物权 他属于我们的支配性 不论看别人脸色啊 这玩意就基于我们的绝对性 因为我是权利人 你们都是义务人 他还具有排他性 另外这一团 义务上面只有一项 所有权 你不可能说 义务上面 有两个所有权 老师 我们俩一起花钱买一个水杯子 遗务上面不就有两个所有权吗 一个是你的 一个是我的 那不叫两个所有权 那就两个所有权人 明白了吧 这个标的物水杯子上面的所有权就一个 哎 所有权人 有两个 我们俩是什么关系啊 共有的关系 还能听明白了 哦 所以 物权 正是基于我们这个支配 他才想有排他的权力 排除他人对我们的标的物里面的侵害 啊 但这一点债权就不一样 你看啊 您这儿里面一百块钱 如何实现债权呢 你必须是有赖 如我这儿里面去还钱给您 是不是 所以债权是请求性 你有权的请求我到期还本付息给您 啊 债权具有坚韧性 何谓坚韧性呢 那您看 说假账里面他有一个设备 把这些设备呢 他卖给我们乙 卖给乙 他们俩签一份买卖 我告诉你啊 签协议 他就是一个典型的债权行为 你把设备交付给我们乙 这个交付 他是误权行为 因为一旦交付之后 设备所有权就如假无关 就转变到乙的名下 那之前签协议呢 他就是债权行为 如果你没有交付 那买售方有权力请求我们出卖人 履行交付义务吧 这个请求权就是寄入我们之前这一份协议 因为协议里面有债权债务关系 明白了吧 一旦交付给我之后 那这设备干嘛 就如你无关 我就有支配权 我就有排他信了 对不对 我想问你啊 假把这设备既卖给乙 又卖给饼 还卖给丁 在一个设备上面签好几份买卖 产生好几个债权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一物多卖 没问题的 明白了吧 一物多卖里面 如果把该设备交付给了我们以之后 交付不了给饼 交付不了给丁 那没关系啊 假丁假饼之间的 这份买卖设备协议 这个债权行为还是有效的 所以我们事后的丁跟饼 他有权利让出卖人对自己承担四个字啊 违约 责任 那么违约层的前提 是不是得有约啊 而且该约是什么呢 有效 这个约是什么 不就是我们这个一直买卖协议 好什么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说 这个债权 他具有坚韧性 一物之下的 可以签订多存买卖 好什么 签好什么 他就是债权 我们说债权是约定 当然物权是什么呢 法定的 为什么物权是法定啊 因为物权他具有支配 具有排他 所以这玩干嘛 就点 基于什么 基于法律的明文规定 好 债权具有相对性 这个我们刚才跟大家分析过的 是不是啊 所以第一个问题 要把我们的物权和债权 能区分开来啊 那么这两者区分呢 必须要本着理解 好 那我就问你啊 如果说物权跟债权 他同时出现的话 一个是我们所有权人 一个是我们的债权人 请问谁更厉害 无论之疑 那肯定是所有权人厉害 为什么呢 你看啊 这设备 如果交付给了我们乙 乙这儿里面不光光有 这份买卖协议啊 交付之后 设备所有权就归我们乙 乙就转变为物权人了 但是 丙和丁照里面 你们俩只有什么呢 只有债权身份 因为你们俩只有这份协议 还没有获得设备所有权 所以我就问你 丙和丁 能让我们乙照里面 把设备返还给他们吗 你肯定干不过乙 人家物权一般是优先 什么债权的效应 对不对 这是我们讲关于两者的差异性问题 第二个是关于这个物权的准利 那我们前面通过框架结构里面 就大家说过了 物权分择里面有三大类 一个是什么 所有权 一个是润营物权 还有个是担保物权 那么所有权呢 它是完全物权 东西是你自己的 我们也叫自物权 所有权在我们国家表现为三个 国家所有 集体所有和私人所有 这个私人那边人 不仅局限为自然人 也表现为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 对吧 比如说这个设备 这个陆克什 是什么呢 是某某公司的 他也是我们私人所有的犯程 对不对 好 那么润营物权跟担保物权 都是他物权 为什么呢 因为您的权力是附设在他人的标的物上面 是不是 我们解释过 润营物权 土地是别人的 房子是别人的 您的 润营石润权 润营居住权 是不是 是他典型的他物权 担保物权也是一样的 你看 假照里面 如果像以照借钱 借一本了 假把设备做抵押 双方签一份抵押 你对我们该设备 就附设了 他自己的抵押权 但我想问你 你那个抵押权 设在你自己的设备上面吗 不是 设备是假的 对不对 所以抵押的行为 第一 他没有产生我们的所有权转移 所有权人还是假 在抵押期间 如果到期给你还了一百万 东西干嘛 原本就是别人的 您的抵押权就消灭 因为你债权没了 你债权没了干嘛 你的层权 你抵押权就消灭 你那个抵押权是 辐射在他人的标的之上 所以他也是我们一个他物权 这个他物权都是限制物权 这个限制叫什么 限制我们所有权人的权力行使 所以我们说 这个限制物权往往会优先于我们所有权 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假装里面 把这个设备 您转让给我们秉 对吧 哪怕把这个设备交付给我们秉 秉权里面获得设备所有权 但是这个设备之前 他已经抵押给我们乙 假设该抵押权 他办过登记 因为登记起官司作用 那我告诉你啊 乙权里面抵押权 是优先于我们秉权里面所有权 言外之意的话 假如还不了钱 人家有权力把秉权里面 人有所有权的设备 去行使抵押权 拍卖变卖 再白话一点 你可以把秉干翻 你听明白吧 我可以干得过你 因为我这儿是限制物权 你那是什么 所有权 为什么限制物权 优先于所有权 就是因为圆所有权人 他愿意他人在自己的 所有权的标的物上面 附设别人的权利 你自己让渡 所有权的支配 让别人在自己的社会上面 附设这样一个担保物权 那我告诉你 您事后就应该干嘛 要受制于他人的担保物权 那理解了吧 好 我们看 他物权里面表现为润意物权和担保物权 润意物权呢 他表现为五个 润意物权是我们通过史论价值为内容的一个物权 第一建设润地史论权 宅基地史论权 土地承包经营权 还有第一权和居住权 我把第一权稍微给您解释一下 您听什么叫第一权呢 不难啊 这是一条大街 这是主干道 大街旁边呢 是甲家里面 大街后面呢 有一户人家是乙家里面 乙可是大户 有钱 但这个甲旁边有一个小旱道呢 能够方便我们乙通过小旱道通往主干道大街 其实他们俩下您关系没有任何纠纷 旁边有这个旱道跟您通行 但是乙是一个大户土豪 他想学盘线 怎么走路啊 狠着出门 这小旱道太窄了 怎么办呢 他跟我们甲签一纸协议 说哥 您靠近小旱道旁边呢 你给我困住一米的范围 你别盖房子 我每年给你一个亿 知道吗 够有钱 我来让自己更方便的出行 那我告诉你 他们俩签这一纸协议 那便是我们这儿的第一权 你看 乙照里面叫什么 叫虚异地 需要使用别人土地的一番 叫虚异地 然后甲这一番呢 叫什么 叫棍异地 他提棍这块土地 一米范围 来棍我们这个对方来使用 他叫棍异地 那么乙照里面 这个第一权设立 就在甲签土地使用权之上 明白了吧 两者平均的协议 来设立这份第一权 所以他也是什么呢 润云物权的范围 是基于我们对他人土地的使论 给自己带来收益 好 担保物权呢 它是一个交换价值为内容的物权 什么意思 我刚才不讲了吗 设备做抵押 如果你不还钱 我就把您的设备干嘛 拍卖便卖 拍卖120万 给我优先来还 或者是他们俩事后 拿设备折价抵债 说100万华博了 哎 抵押物 我抵债给你 拿走吧 看到没有 拿物 换什么呢 换钱呗 要么是换给自己 要么是换给别人 自己优先受传 说进入交换的价值 听明白吧 有抵押 有质押 有流质 好 这是基本的准备划分 要搞清楚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任意物权里面 他针对的对象 你看到没有 要么是地 对吧 要么是房 居住权不就是房屋吗 所以他是针对 什么的 不动产 任意物权会产生在动产之上吗 那是不可能的 那请问抵押罩里面抵押物 那设备动产 可以做抵押 房子可不可以抵押 也可以押 你买房子按揭贷款 就拿我们所购置的房屋做抵押 所以抵押里面可以是动产 也可以是不动产 好 质押里面 他需要转移战影 明白了吧 得把我们的担保物干嘛 放到对方债权人来保管 那他只限于动产 可以啊 权力也可以 你忘记了吗 普通合伙拿份额处置吗 那个份额不就类似于我们的股权吗 权力可以 动产可以 请问不动产能做质押吗 把房子质押 我就问你怎么转移战影啊 老师把房屋捧起来 放他们家去 你等着 清明节给你烧过去 你等着 没办法喷起来 放你们家 知道吧 所以 不动产里面 不能用来做质押 好 留置权杖里面 被别人扣留 我就问你啊 他 对象 是什么 权力虚无缥缈的 没法扣留 没法抱不住 知道吗 他也是仅限于动产 为什么不动产杖里面 他没法扣留呢 房子 你怎么扣留啊 老师我把他房子干嘛 抱下来 抱到我们家 扣着不给他 你能抱得住吗 你抱他都够欠 你还抱房子里 所以 刘志全啊 他仅针对的是动产 不针对 不动产 所以我们干脆呢 就把动产和不动产上面到底都有哪些物权 我们来分个内 动产上面设备你买来的 您对他有所有权 没问题啊 动产上面不可能出现第二类润意物权 是不是啊 所以 他没有润意物权都表现为我们的担保物权 抵押质押和留置 好 在不动产上面 你买一套房子 您对该房屋是有所有权的啊 土地我们没有所有权 我们只有石润权 但房屋我们是有所有权的 是不是啊 所以不动产里面所有权 土地呢 有石润权 是不是啊 那么不动产那担保物权 他仅陷入什么 抵押权 没有制压 更谈不上留置问题 所以在不动产上面的话 应该是2.1 而在我们动产上面应该是2.1 啥意思 总共就三个物权呗 所有权 动产和不动产都有 对吧 然后就是我们的润意物权和担保物权 这方面咱们需要注意的 那么润意物权仅陷入我们这个不动产 动产谈不上 担保物权三个都可以什么呢 设在我们动产这儿 就算是两个完整的 对吧 一个是所有权 一个是什么呢 担保物权 而在不动产里面是2.1 2是什么呢 所有权加润意物权 1.1是什么呢 因为担保物权有三个 它只能是一个 顶压权 没有后面两个 所以我们叫2.1 好 我们来看第三处 叫物权法律 这个基本原则 我先说明一下 尊级教材里面 它并没有点名 这个标题 而是把我们物权法律 这个三个基本原则 散开来写的 我们把这三处 支点就翻一起 给它命名为 物权法律制度的 基本原则 那第一个是什么呢 物权法定原则 那刚才我们 跟大家说过的 债权是什么呢 约定的 因为债权是靠一纸协议 在双方当时 产生债权和债务关系 但物权是法定的 物权为什么要法定呢 就是基于物权 它具有支配性 具有排他性 具有决定性 所以这样一个强悍的 你就必须通过法律来 以免当事人干嘛 出现争议问题 这个法律 具体现在类型方面 也表现为内容方面 你比如说 像我们刚才所讲的 动场里面 做质押 我跟大家说过了 质押和抵押里面的差异 就在于该动场 要不要转移 占油给债权人 是不是啊 那么抵押里面不需要 质押里面就需要 转移占油 那如果双方当事人签协议 拿设备做质押 但是呢 债权人怕麻烦 说你那破设备 放我们家 我们家还没有地方 给你说呢 放这个破设备 干脆你自己替我保管吧 没有交付 请问我对那个设备 有没有质权 没有 那仅仅是你我之间的 质押和押 有效 只有债权关系 没有质权关系 为什么没有质权呢 就是因为质权的内容 也是法定的 法定是什么 质押动场 必须转移占油 必须 这个是法定的 所以如果你不转移 那您就是没有质权的 你只有债权 这一只协议有效而已 什么叫类型式法定的 比如说 咱们刚刚讲的 润移物权 它只能是针对我们 不动场这个对象 你动场上面 根本谈不上来 设立润移物权问题 能明白了吧 这第一个 是物权法定原则 第二个 物权课题的特定原则 在教材151页 有一个括号3 那么物权课题特定 就是基于我们的物权呢 它具有支配性 具有排他性 所以它必须有这个标的物 如果你没有标的物的话 你后面根本谈不上 来行使这个物权 这边我们过去所讲的 对吧 皮质不成 毛奸腌负问题 所以必须有物 而且物是什么呢 得特定的 那我们谈调 一物之上 只有一个所有权 但一物之上 可以成立 数个户部春突的物权 就这句话 咱们需要注意的 那我们前面讲过 物权它具有排他性 正是基于呢 上面只有一个所有权 是我的 就不是你的 对不对 所以你不是我们的所有权的话 那我就有权 排除您对我的标的物的情况 为什么还说 一物上面可以成立 数个户部春突的其他物权呢 您听着啊 说甲 他买一设备 这设备上面 只有一个所有权 没问题 所有权人呢 也只有一个是甲 也没问题 好 现在是什么呢 甲把这设备 他抵押给公行 双方签一指协议 论来做抵押 给您提前说一下 抵押权 自何时设立呢 就凭这一指抵押 就设置抵押权呢 你看到没有 一物上面有一个所有权 然后还有公行的抵押权 出现了 对吧 好 又把这设备 他抵押给我们农行 行不行呢 可以呀 抵押不需要转移占有 一指协议就可以 我这设备可值钱 看到没有 又来一个抵押权 对吧 说要把这设备质押给我们建行 签一指协议 是质押 质押他必须什么呢 得交付吧 所以设备呢 放建行的仓库里面 建行不能使用 你占有 你要保管 所以建行在我们设备上面就富有质权 你看到没有 质权又出现了 老师 能不能把该设备再质押给我们中行 不正好四大国有银行吗 能再质押给他吗 不能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质押必须要交付 我已经交付给他建行 就没有办法再把这设备 再从建行那交付给中行 你交付给中行 建行那没有了 那建行治权就消灭了 是不是啊 必须要转移战友嘛 你得战友他 所以我告诉你啊 质押里面 他不可能两个治权 同时在一个标的物上面 因为他们之间是有冲突的 所以我们这儿是讲啊 一物之上可以成立 送个互不冲突的 像抵押跟治押 抵押和抵押 他们是互不冲突的 明白了吧 所以你看到没有 一物之上 一个所有权 但是呢 有两个抵押权 还有一个治权 但是不可能出现两个治权问题 好 第三个 物权变断的 冲事和冲性原则 那么物权 它是具有绝对性 具有排他性 具有支配性 所以 我们强调了物权的冲事 通过什么来冲事呢 咱们前面讲到这个标的物的分类里面 讲动场和不动场就讲过 之所以把标的物分为动场和不动场 就是基于这两个类不同标的物的冲事方法不一样 动场里面两个字 战友 而不动场里面两个字登记 你比如说刚才的水杯子 它不是我的 当然我目前在我手里 如果我把这个水杯子干嘛 我去卖给甲 作为相对人甲 我们就推定他呢 是善意的不知情 他就以为这个水杯子是我的 那如果假装满足 第一 他确实是不知情 他以为水杯子在你身上就是你的 因为动场里面我们就通过战友 这种官式方式来判定的战友者 他就是我们的物权人 第二 我没有白药 我以合理的价格去购买 这三 出卖人 已经把这个水杯子 他卖给了我们 已经把这个水杯子干嘛 他交付给了我们的买售饭 哪怕这个水杯子是我们以的 我把水杯子卖了 因为我目前战友 那法律一定会保护我们 善意者甲这儿的利益 他就是基于我们战友 信赖 我是所有权人 所以立法者要保护我们甲的权益 甲就构成了善意取得的制度要件 那这水杯子所有权就归谁呢 就归善意者第三方 我的行为导致我们真正的所有权人 以照损失 我应该向他赔偿损失 但他无权找人家第三方 拿走水杯子 因为水杯子所有权 基于我们甲这儿善意取得的要件 而获得所有权 那原所有权就善失所有权 知道吗 所以水杯子层次跟他没关系 他最多找我呢 主张 损害赔偿 我想这个知识底的话 咱们在前面讲这个公司 那个实际出资人跟民意有的那种 我们也讲过 你民意有的 你擅自把人家的股权对外卖给第三方 如果第三方满足善意取得要劲 我们也说五大男 他没办法主张股权归自己 股权已经归善意第三方了 但你有权利把西门大官人摁地上揍他 是不是 让他赔付损失可以 所以 基于法定的官司方式转让物权的善意受让人是出于我们对官司的信赖 因为动场你占有 动场你登记 所以法律应该要保护其取得物权 这个取得物权就是基于我们的善意取得制度 而直接获得该标的物的物权 那房屋也是一样的 我们再举个例子一听 说贾照里面跟以这儿是夫妻 在夫妻棍友的期间 他们俩买一套房子 但是该房屋只登记了贾照名字 你要明白 夫妻程序期间的话 购物的房屋无论登记哪一番名字 都应该属于我们夫妻双方棍友的 对不对 所以事后呢 这两人干嘛 过不下去了 为什么呢 家在外面友人呢 你懂得 所以已到法院起诉离婚 这个法院呢 就把这个房屋 他判给了我们这个好女人义 说判决呢 是4月1号就生效了 咱们后面会讲到啊 这是进入我们法院的判决书 而且判决内容是直接干嘛 划分我们物权的归属 就判决书里面直接干嘛 把房子判给我们义 所以4月1号之前是我们假以他们是棍友的 但4月1号自判决生效之后 是我们义照里面独有的 是不是啊 但如果说你房本还没有办理转移过户登记的话 你要明白登记机关登记的名字还是假的 如果以这个女人呢 在5月10号才过去办理过户 发现干嘛 房子已经在丙的名下 为什么呢 假在4月10号 以自己名义把这个房屋 他卖给了我们丙 你有没有发现 这房子对假而言 有处分权吗 没有 不是你的了 是你前期的了 是不是啊 但是你这样一个登记官士 使我们丙呢 他认为 这房子还是你假的 那我们就推定了嘛 丙是一个善意不知情者 你明白了吧 所以合理对价 并且也罢了我们登记过户的丙的名下 那房屋的所有权 就和我们真正的权利人义无关了 房屋呢 是归我们丙的 那么以照审时 找前夫 让他赔偿审时 能理解了吧 这就是我们第三人 是基于我们这个官室的 和官信的原则 来获得我们这个 标的物的物权 好 我们这一讲呢 给朋友们讲这么多